美国劳工部分析,7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回落到8.5%,不只低于6月份创下的40年来新高,9.1%,数据也低于市场预期的8.7% 此外,预期通膨开始下滑,也激励美股四大指数,周三开盘便大幅同步上扬 道琼上涨535点,纳斯达克上涨360点 主要原因是,油价下跌缓解了物价上涨压力,尤其是7月油价整体下跌了7.7%,有助于扭转6月份大涨11.2%的通膨走势 然而,对联准会官员来说,虽然通膨稍稍下降,可以帮助放缓太过激进的升息政策 不过,面对过高的通膨,国内生产毛额连两季萎缩,以及国际油价起伏不定,依然无法掉以轻心 东西新闻团队,洛杉矶报导 中文字幕提供